猫儿娘的优烙乳讨债之旅 第一章 周子明是一个平凡的都市青年 25岁,单身,住在一个小公寓里 他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 早上上班,晚上回家 唯一的兴趣就是在网上订购各种新奇的零食和饮品 某天晚上,子明在网上订购了一盒新款优烙乳 据说这款优烙乳是最新上市的 味道绝佳,口感细腻,还有特别的健康功效 子明迫不及待的下单,期待着他的到来 两天后,子明收到了快递,打开包裹 迫不及待的喝了一瓶 果然,这优烙乳味道非常好,让他爱不释手 就在他准备喝第二瓶时,门铃突然响了 第二章 子明打开门,看见一个穿着可爱猫儿服装的女孩 站在门口,眼角挂着泪水,满脸委屈 女孩大约十八九岁,尝着一对可爱的猫耳朵和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你你是谁? 子明有些惊讶地问道 女孩抽噎着说,我是猫儿娘咪咪,你你拿了我的优烙乳 子明愣住了,你的优烙乳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呀 咪咪哭唧唧地说,不对,那和优烙乳本来是属于我们猫儿族的 是我们的圣品 咪咪怎么可以拿走 子明一头雾水,但看着咪咪哭得这么可怜 他只好说,那好吧,我把剩下的还给你,这样可以吗 咪咪点点头,但还是委屈地说 可是你已经喝了一瓶了,我们的圣品不能被人类喝掉的 子明无奈地说,那我该怎么办 第三章 咪咪擦干眼泪,认真的说 你的帮我找回这和优烙乳的力量,否则我们猫儿族会失去庇护,陷入危险 子明看着这个可爱的猫儿娘,心里觉得既荒唐又有趣 他点点头,好吧,我帮你 不过,我该怎么做 咪咪露出一丝微笑,说,跟我来 子明跟着咪咪来到一个古老的森林深处,这里有一座神秘的小屋 咪咪告诉他,这是猫儿族的神圣之地,他们的力量源泉就在这里 第四章 咪咪带着子明进入小屋,小屋里充满了奇异的光芒和神秘的符文 咪咪解释说,优烙乳的力量需要通过仪式来重新注入 你需要喝下这些特殊的药水,然后在这里冥想,与优烙乳的力量重新连接 咪咪递给子明一瓶药水 子明犹豫了一下,但看着咪咪的期待眼神,他还是喝下了药水 随即,他感到一阵晕眩,坐在地上开始冥想 在冥想中,子明感觉到一股温暖的力量流入他的身体 他看见了一只巨大而温柔的猫 猫告诉他,优烙乳的力量是爱与关怀的象征 只有真正的善良之人才能拥有 第五章 当子明从冥想中醒来时,咪咪微笑着看着他 你成功了,我能感觉到力量回来了 谢谢你,子明 子明笑了笑,不客气,我很高兴能帮上忙 咪咪突然抱住子明,感激地说 你不仅帮我们找回了力量,还让我看到了人类的善良 以后,我们猫耳族会永远感激你 子明感到一阵温暖,这次奇异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平凡 他知道自己和咪咪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结尾 从此,子明和咪咪成为了好朋友 每当子明感到孤单或困惑时,咪咪总会出现在他身边 给他带来温暖和鼓励 而子明也逐渐发现,这段奇异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这何有烙乳,不仅让子明遇见了咪咪,也让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力量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